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我们的小船上翻了跳啊 差点把我们的小船打翻 卫英有点害怕 就想扑过去抱着大清鱼 然后把它扔到水里去 可是俊得比卫英动作快 他拿起剑对着大清鱼的脑袋 蹦的就是一下 然后大清鱼就不动了 死了 我们就只好吃了 原来如此 蓝忘鸡道 你们吃鱼的过程中有无异常 卫无限歪了歪头 望向天花板 醋了醋没 想了想 说道 有异常 有何异常 蓝忘鸡盲问道 太好吃了 卫无限右手朝天一指 大叫道 卫英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鱼 肉肉真的好香好香 好嫩好嫩 好好吃哟 还一点刺也没有 卫英一大口一大口吃 根本不怕被鱼刺卡喉咙 卫英以后还想吃 蓝忘鸡 那便好 嗯 卫无限继续道 蓝湛 卫英本来想把大大的鱼脑袋带回来给你吃的 后来发现没有干净的袋袋可以装 就只好自己吃掉了 蓝忘鸡 嗯 辛苦你了 嗯 卫无限点点头 说道 卫英吃的是很辛苦 因为他们都不爱吃 只有卫英一个人吃 那个鱼头实在是太大了 卫英嘻嘻嗦嗦吃了好久才吃完 还差一点被噎到 被噎到 蓝忘鸡愣了愣 问道 不是被卡到 不是呀 卫无限道 卫英对着鱼头里面的一大块软肉肉 猛的一吸 那肉肉就直往卫英喉咙里窜 堵得卫英喘不上气 卫英就时间一嗨 嗨出来一颗小球球 小球球 蓝忘鸡又是一愣 说道 不是鱼肉吗 卫无限摇摇头 说道 卫英本来也以为是肉肉 结果捡起来一看 发现是一个硬硬的小球球 小球球比大葡萄小一点 比小葡萄大一点 粉红色的 轻盈透亮 卫英很喜欢 就洗干净带回来了 蓝忘鸡道 带回来了 我为何不见 卫无限道 卫英完都忘记了呀 卫英现在就拿给你看 说吧 便爬下了床 跑到储物架旁 倒腾了一阵 又跑了回来 右手掌对着蓝忘鸡一摊 说道 这 就是这个 果然 蓝忘鸡心道 他只偏了一眼 就印证了自己之前的猜测 这不是普通的小球 而是妖兽的内丹 而且是道行至少在一千年以上的妖兽的内丹 蓝忘鸡心里想着 伸手将内丹捏了过来 举起来看了看 继续想到 那条鱼不是妖 否则就不是鱼被吃掉 而是卫英等人被鱼吃掉了 现在想来应该是那条鱼 不知适合机缘的碰巧夺得这枚内丹 还没来得及吞下 仓皇逃窜之时 跳到了卫英等人的船上 却又很不幸被卫英等人所使 而这枚内丹就好巧不巧地落到了卫英的手里 蓝湛 是不是很漂亮 魏无羡见蓝忘鸡举着小球球一个就地愣神 忍不住问道 蓝忘鸡正了正 说道 卫英 你可知这是何物 不知道呀 魏无羡伸手将小球球取了回来 翻来覆去看了又看 不就是一颗漂亮小球球吗 蓝忘鸡道 这是一颗千年妖兽的内丹 内丹 还千年妖兽的 魏无羡愣愣了一瞬 大叫道 哇 蓝湛 发财了 蓝忘鸡一正 道 发财 魏无羡道 是呀 蓝湛 你教过的 千年妖兽的内丹是极品高阶灵丹 吃了就会修为大涨 蓝湛 你吃 吃了就是修真界最最厉害的大修士了 什么妖魔鬼怪都打不过你 说罢就拿着内丹往蓝忘鸡嘴巴边凑 蓝忘鸡脑袋忙往后一样 说道 魏英 我不需要 需要需要 魏英要蓝战变成天下第一的大修士 魏无羡说着话 举着内丹又要凑上去 蓝忘鸡忙伸手挡了挡 说道 魏英 我真的不需要 按理说可以给你服用 但是魏英 你仔细想想你梦中遇到的那个小姑娘 魏无羡一呆 随即叫道 哎呀 小姐姐问魏英要的不会就是这个内丹吧 蓝忘鸡点点头 说道 应该是 啊 魏无羡道 小姐姐说这个内丹是他娘亲的命 那小姐姐的娘亲是妖兽 小姐姐也是妖兽 蓝忘鸡应道 嗯 魏无羡道 蓝战 妖兽没了内丹会怎么样 会死吗 蓝忘鸡道 不会死 但是会修为见尸 魏无羡道 哎呀 难怪小姐姐那么急了 蓝战 魏英现在就去还给小姐姐 说吧 转身就要往门外跑 却被蓝忘鸡一把拽住 蓝战 你放开魏英 魏英要去救小姐姐的娘亲 魏无羡大喊 急得拼命挣扎 蓝忘鸡道 若那千年妖兽并非良善 而是世人如麻的魔兽 你当如何 魏无羡道 不会的 小姐姐那么温柔 她的娘亲肯定也不是坏人 倒是很有道理 蓝忘鸡想着 开口道 嗯 那你现在睡觉 在梦中问问小姑娘 她的娘亲到底是因何故失了内丹 哦 好 魏无羡从善如流 应了一声就迅速爬到床上 乖乖地躺下 摆好蓝室睡姿 闭上了眼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